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媒还爆料林郑同意撤回条例 事前已经获得北京特许 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也立刻在微博上大赞林郑的做法 而让港府与北京最头痛的勇武派 也可以通过撤回条例 作为港府展现让步的诚意 借此合理化未来的大规模镇压 建制派议员张国军也点出 暴力行为若继续升温 港府应该考虑动用紧急法 做出宵禁 关闭网站 实施逮捕和驱逐出境等行动 连郑月娥以托待变层层算计 替紧急法铺路 也让香港民主抗争依旧未完待续 在新闻上的报道